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队 实际上中央与军部的来往电报中 多有对高部争取 帮助 教育 推动 改造等词 说明毛泽东对这支红四方面军的余部是不怎么放心的 而高静廷对中央指示的杨凤因为对中央干部的拒绝接受 加之在叛徒张国道到处招大救部 杨 朝叛逃突发事件的背景下更使中央害 怕四支队斗升其他变故 枪杀高静廷就是一种临街的必然的选择 高静廷悲剧是在全党上下批判张国道逃跑的氛围中产生的 1938年4月 张国道叛变逃跑后 中央曾发出关于开除张国道党籍的决定 强调党的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绝对必要 当时虽然指出要把张国道的错误 与整个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事分开来 但对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使用与看法 多少有此负面影响 原西陆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历尽艰险 从新疆返回延安后 曾有人动议 让他到八路军当营长 后经毛泽东做工 做预备派到高静廷部任参谋长 在途中又为朱瑞刘道 河南省委任军事部长一事可谓作证 高静廷原是张国道手下大将 此时又在统一战线这类原则性问题上 犯了毛泽东的大忌 从他的角度思考高静廷与张国道的错误源于一脉 所以也有逃跑叛变的可能 故下手不再留情 四 杀高聚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高静廷犯有严重错误 且不愿意改正的情况下 相关各方都积极赞成处理高静廷 到最后主张是越来越激烈 这使中央军委感到沙高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 大家的意见 对中央军委作出处决高静廷的决定起了促进作用 最早提出要断然处理高静廷问题的 是中共安徽省工委 1938年7月3日 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博古的信中说 四肢对问题 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 但同日已离开政治部 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 这事表示 高一走到登峰造极 这对于统一战线 对于抗日 对于安徽的工作 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 因此 需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1939年4月18日 中共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立志 曾致电中央书记处 提出处理高静廷问题的上中下三策 推动他到延安学习 我怀疑有人给这个中央的建议 当成中央指示了尹 这住 货宅地养病为上策 可以赴指挥名义 四支队改为纵队 由其他同志代为中策 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 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继英 是支持沙高的 戴继英原位坚持恶欲晚 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是高静廷的老上级 是高向中央要来的 很快戴继英和高静廷 这对昔日的上下级反目了 戴继英多次向江北指挥部 和新四军军部打报告 反映高静廷的问题 他的作用是为沙高提供了一些情报 戴继英向夜庭等在江北的新四军大员 也是积极主张沙高的 但是 连撤销高静廷的四支队司令职务 尚且要上报延安 除高静廷 以急刑难道可以不用报告了 所以 夜庭等在江北的新四军将领们 对沙高只能有建议之权 向英对沙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9年1月27日 向英在指言安殿中转报张云一来殿说 高静廷对党籍上级使用他认为 是限制他发展 因此 正对党籍军部极不满 自己不愿东进 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 争取可能极少 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3月14日 向英 周子昆报中央 高静廷显然进步极慢 对东进至今怀疑 对执行党的路向可说极差 4月20日 向英致电中央 军委并转中原局 高静廷无改变 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 但工作有成绩 下面已有队高不满 特别不愿回后方 致用各种方法 首先争取部队东进作战 5月11日 向英致电中央 高部人数最多5000多 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 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5月26日 向英以夜 向明义致电讲解时 你请准将高静廷撤职以示警戒 团长杨克志 副团长曹玉福卫队潜逃 肯准与通缉 显然 新四军向中央报告高静廷的问题 都是经过向英的 他的态度 对中央决策有重要影响 不过也很清楚 向英对高静 廷问题也不能最后拍板 只能报延安 沙高不是向英的决策 如果中央不同意沙高 宛南事变后 中共中央劈下英时 岂不是现成了一发重磅炸弹 5、中央军委应对高静廷 暗负主要责任 1939年6月4日 高静廷被扣押审查 在此之前 江北指挥部宛南军部 延安中共中央之间 有很多关于如何处理 高静廷问题的来往电报 在此之后 直到6月24日高被杀 中间有20多天时间 期间 中央下达过撤销高的职务 令派徐海东 去担任江北指挥部 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的决定 下达过开除高静廷党级的决定 新四军军部下达过 开除高静廷军级的决定 已经表明中共中央和新四军 气高的态度 同时也证明当时的电讯联络 是十分正常和畅通的 由于大案管理方面的原因 我们还查不出中共中央同意处决高静廷的电报 但是在张云一年谱里 倒是说 有一份中央决定杀高的电报 他的年谱记载 江北指挥部前委开会研究 向中共中央和东南局请示 提出高静廷 虽然不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东进晚东战略方针等问题上 有严重错误 念他为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 建议撤销高静廷党内外一切职务 送后方学习改造 做从宽处理 中共中央和东南局回电表示同意 但两天后又来电城 为防止第二个占国道出现 决定处决 对高静廷的误杀事件 张云一一直深感痛心 这里提到的中央电报 没看见原件 我也不敢肯定时有其事 但中央有沙膏的决定则是肯定的 1939年期 八月间 在云岭召开的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曾讨论过中央军委 关于高静廷问题的相关决定 八月 新四军向上级报告大会详细情况时说 大会指出 在工作中很多的弱点和缺点 主要是游击主义的习气等等 必须坚决地克服这些弱点和缺点 在前后十天之中 全体代表皆以布尔赛为客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 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 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 一致拥护中央军委 对反党的高静廷的决定与办法 揭发高知反党的罪恶 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 谁是个人利益 高于党 谁就变成党的罪人 这份报告提出的几点事实很重要 一是明确指出 中央有一个对高静廷问题的处理决定 这是铁板钉钉的客观事实 二是明确指出 对高静廷的处理决定 与办法是中央军委做出的 不是新四军军部的决定 更不是叶挺或向阴个人的决定 自然也不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决定 三是明确指出 中央军委将高静廷问题定性为反党 即定性为敌我矛盾 新四军党代会讨论时 也自然将高静廷问题定性为反党 为反党的路线和决定 个人利益高于党 是党的罪人 充分理解了与高静廷的矛盾是敌我矛盾 四是明确指出 中央军委对高静廷的处理 有一个决定与办法 虽然文件没有明确说 是什么样的决定与办法 但联系到高静廷刚刚被枪决的事实来看 中央军委的这个决定 与办法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沙高 否则的话 新四军沙高处置 就与中央军委的决定不一致 就是不听号令 自行其事 怎么谈得上去 一致拥护中央军委 对反党的高静廷的决定与办法呢 所以决定一定有沙高的内容 综上所述 可以认定高静廷一案的发生 高静廷自己坚持错误不改是根源 叶挺向英等新四军军部领导 及相关干部 只是起了促进作用 叶挺并没有做出沙高的决策 在高静廷的议案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中共中央军委 作者戏宣成是档案局局长 方志万主任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